一直让康康无从下手的原生收获蚁的蚁巢 今天终于翻新了 今天我们展示清理蚁巢的过程 还有蚁后和蚂蚁的卵 我们先来看一下蚁巢的活动区 自从蚂蚁们搬进来之后 康康就没有收拾过活动区 活动区里有种子 种子的壳 蚂蚁的尸体 还有昆虫的尸体 乱七八糟的什么都有 这是一只中等工蚁 原生收获蚁的分化非常严重 小宫 中宫 大宫 神宫 各不相同 怎么样 是不是很有意思呀 这是原生收获蚁的卵 黄色的是快破茧而出的蚂蚁 这是其中的两只蚁后 明显比其他蚂蚁大很多 在清理蚁巢之前 康康用胶带把活动区的入口给堵住 不然蚂蚁们全跑出来了 就没法收拾了 活动区还有蚂蚁 所以康康需要把活动区的蚂蚁先夹出来 夹到这个小盒子里边 盒子的四周涂了防桃叶 所以不担心蚂蚁们会跑 蚂蚁们的攻击性比较强 你用镊子夹它的时候 它会咬镊子 所以转移起来还是比较麻烦的 转移的过程 康康用20倍速展示 转移了20分钟 我实在受不了了 直接上工具 用微型吸尘器 把蚂蚁朝里边的东西全部吸走 康康看到了一只蚂蚁的尸体 这只蚂蚁是一只红头的工蚁 还算比较大的 不知道为什么死了 康康继续清理 最后剩下几只杜比亚的空壳 我们看一下 这都被吃空了 快速转移完剩下的杜比亚 盒子很脏 容康康去认真的清洗一下 康康终于清洗完了活动区 焕然一新呀 还有一步 就是石膏铺底 这是一些黄色石膏 康康现场用水 去调制 感觉水多了 石膏少了 好 等我一下 我去加点石膏 诶 这下看起来不错 应该是可以用了 康康把石膏倒在活动区的底部 进行铺底 这石膏的流动性有点差 看起来水还是有点少了 没办法 我只能靠重力 去让它们变得均匀 石膏铺底完成了 需要静止一晚上 让石膏干透 原生是会的一潮 终于清理完了 明天我们展示原生是会的补食 记得点赞哦 我们明天见